主要就是因為GinEV這十年有非常非常多的協作工具 包含HackPad、HackND、GitHub、Slack、IRC、後勤中心、KATIS之類的 都是大家一直持續在用的工具 然後大家也在這邊留了非常非常多的紀錄 那我們之前去年也有做 去年還是前年有做儀表板 就是可以讓大家看到即時的各種 就是GinEV社群累積的數字 但儀表板是針對整個社群的 那我這次就想說 那我們來做多一點個人的東西好了 所以那我們能不能有一些個人的成就機制 就有點像PS的那種 就是某個時間點會跳出來說你得到某個獎盃 然後所以可以有什麼樣的成就呢 例如說誰參與了200個HackND 誰什麼時候送出了100個Commit 誰什麼時候參與了50個issue 或者是誰在general用了300次的emoji之類的 就是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就可以做 那目前的進度是 例如說HackPad我已經有做一些統計了 例如說像目前參與最多HackPad是哲偉 他已經參與了700多個HackPad 然後其中他參與第100個HackPad是在2014年10月16號的時候 是這一個HackPad 所以這邊有看到一些他參與的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看到所有人 就是所有人有參與HackPad的紀錄 那也有HackND的紀錄 然後這邊也有做一個Slack的 那Slack這個的話 大家可以進來這邊 譬如說按資料然後篩選器 然後例如說剛剛已經被爆雷的那個哲偉是Emoji之王 那我來看一下Emoji 所以這邊就有一些 例如說Emoji使用1000次2000次3000次 那我們來看一下2000次有哪些人 1000次有哪些人 所以這些人都是Emoji用超過1000次的 像AU是在2019年6月17號在V台灣版 用了他第一千次的Emoji 所以這些人都算是有很高的Emoji成就 嗯 好 那所以其實現在要做的想做幾件事 第一個是希望說有個獨立網址 可能是被舉點GVW 後面是ID 然後這邊就可以列出 這個人他可能有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所有的成就 而且是幾月幾號拿到的 然後再來是希望增加更多來源 例如說把Github也納入進來 Facebook社團啊或KKT10啊 反正各式各樣 像是Codeface想要納進來說 誰幾月幾號有第幾次的那個 查證那個闢謠也可以 也可以納進來 然後所以需要的幫助是例如說 整個網站的前後端 然後資料的整合 以及就希望說成就的那個勳章 可以有好看的美術設計 然後我覺得更進一步還可以做的是 可以把這些勳章變成NFT 大家有個自己的NFT在 好 以上就是這個提案 好 感謝Ronnie 然後我們調整